翻出老邓 党报给习近平浇了一盆冷水 这次美国人没给王岐山丝毫面子 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已遍布全中国 张展获无国界记者2021年新闻自由勇气奖 美国赤巨资购买1000万份辉瑞新冠口服药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Terry 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终于公之于众 在这份长达33,000次的决议中 和习近平相关的部分占了大约2%的篇幅 决议中 五任中共党会的名字出现次数似乎也暗藏深意 其中 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22次 毛泽东是18次 邓小平是6次 江泽民 胡锦涛的名字都只出现了一次 很多人认为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在不折痕迹的对邓小平地位进行弱化 而就在这份决议公布的次日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扬革命精神 与习近平大唱反调 海外时评人士简易 撰文分析 检索全文发现 核心一词在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中 共出现了23次 其中只有在介绍毛泽东和习近平时 才使用了核心两字 而且 毛泽东仅使用了一次 习近平则使用了7次 相信这些细节的处理绝非是随意为之 而是经过了精心设计 连习近平自己都承认文件其操组经反复研究推敲 对决议稿做出了547处修改 但是在倒霉学习时报的这篇接近2200字的文章中 作者大力宣扬邓小平的观点 连续提到邓小平名字17次 对习近平的名字只是象征性的提了一次 作者还拿出邓小平在1980年12月的一篇讲话 贯彻 调整方针 保证安定团结 称对以后的道路有着所谓重要启示意义 言外之意 邓小平的讲话对于习近平任后的执政大有指导意义 这简直是给习近平浇了一头冷水 文章分析 近日中共各大喉舌各级官员 对这份决议吹捧最多的就是所谓的两个确立 其中包括所谓的确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吹捧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最重要政治成果 这个时候学习时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 称邓小平的讲话对以后的道路有重要启示意义 无疑是重重地打了习近平一切耳光 公开资料显示 学习时报是中共中央党校所主办的机关报 是中央党校属下的单位 首刊于1999年首次发行 报头由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字 有报道指出江泽民 曾庆红 胡锦涛 习近平等 曾多次将他们的文章获奖画稿授权学习时报 首先发表 胡锦涛 曾庆红等还多次接见学习时报全体人员并合影 彭博新经济论坛17日在新加坡开幕与会的中美高官 再度针锋相对 在线出席的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现场许诺 中共将继续推进对外资开放 同时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随后与会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吉纳雷蒙多 当着王岐山毫不留情地指出 中共必须尊重知识产权 信守自己的承诺 据报道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当天在线出席会议 再次暗示中共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意愿 王岐山称 中国离不开世界 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中共将继续张开双臂 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 就在王岐山发表讲话前一天 习近平与拜登举行了视频会晤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当天出席了周三的在线会议 他强调 中共需要遵守规则 需要尊重所有人的知识产权 需要信守自己的承诺 雷蒙多批评 例如现在在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 中共承诺会购买一定数量的飞机和农产品 但北京没有这么做 没有信守承诺 有分析指出 一直保持低调的王岐山17日罕见路面 谈论了败习会及改革开放 一番讲话被外界认为有替习近平背书的意味 曾是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的吴国光 近期曾表示 现在有舆论称王岐山早就向习近平输成了 王岐山的命运取决于他和习近平的互动到什么程度 这个互动也是决定最后习近平查不查王岐山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 在17日举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上 美国前国务卿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亨利·基辛格表示 中美关系从两年前的新冷战的山脚到一年前的对峙山道 再到现在的走过山道登上悬崖 接下来要选择哪个方向 他还表示 中美领导人本周举行视频峰会标志着 全球两大经济避免冲突的一个良好开端 被网民系称为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的朝阳群众 曾举报过无数政要民心 俨然成为了中共当局监管社区的常用手法 北京市委近日宣布将打造更多类似朝阳群众 西城大妈的群众自治组织 预计到2023年 北京市每个社区将培育不少于两个的社区社会组织 分析指出朝阳群众现实已遍布全中国各地 自由亚洲报道 在上个月 北京多废维权人士宣布将参加北京市基层人大代表选举 但他们的竞选活动随后受到了诸多限制 其中阻扰他们的正是带着红袖姑的朝阳大妈 据官方统计 截止目前在朝阳区的群防群制力量已超23万多人 在西城区的群防群制力量已超过18多万人 不过当局禁止有意再加强对社区的管理 系统性的扩大朝阳群众的规模 北京市委公布的一份方案表示 相关措施将于明年1月落实 报道援引湖北一位维权人士介绍 朝阳大妈现实已遍布全中国各地 包括湖北多地也有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和当地公安紧密合作 他透露自己亦曾被湖北的朝阳大妈跟踪 监管过甚至楼上的邻居也是朝阳大妈 就连自己前两天去坐公交车到了火车站 单位就立马给自己打电话来了 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一点隐私 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崇义分析指出 朝阳群众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动员 而这种动用群众作为监控的管制模式 始于中共宪政已出现演变至今 他认为朝阳群众的真正身份或不一定是社区居民 只是当局想要假借群众举报来达到某些目的 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18日公布无国界记者2021年新闻自由奖的三个奖项 勇气奖授与中国记者张展 独立奖授与巴勒斯坦记者马多林·哈索纳 影响奖授与非马调查项目 法广报道 无国界记者宣布2021年的奖项分为三个类别 新闻勇气影响力独立性 今年共有11个国家的6名记者和6家媒体机构 或记者组织获得提名 2021年勇气奖旨在支持和表彰 在实践、汉北或促进新闻事业方面 表现出勇气的记者、媒体机构或非政府组织 该奖项已授予中国记者张展 该组织表示 行管不断受到威胁 这位由律师转行的记者在2020年2月 报道了武汉爆发新冠疫情 在社交媒体上直播视频报道 展示当时武汉的街道和医院以及病人的家庭 他在大流行病最初震中的中兴地带的报道 是当时武汉疫情状况的主要独立信息来源之一 张展在2020年5月被中共当局逮捕 并在没有任何官方理由的情况下 被单独监禁数月后 于2020年12月28日 因寻衅滋事被判出4年有期徒刑 为了抗议这种不公正和对他的虐待 他进行了绝食 张展的健康状况在最近几周急剧恶化 近日包括美国、德国、欧盟和诸多非政府组织 纷纷通过外交渠道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张展 有分析指出 张展的情况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果他死在狱中 将对习近平的国际形象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美国药厂辉瑞18日宣布 已与美国政府签订1000万份新冠口服药 疗程采购交易 总额52亿9000万美元 今年内开始出货 目前这款新药仍在等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的紧急使用授权 路透社报道 辉瑞的抗病毒口服药 Taslovit可作为早期居家治疗之用 有助预防新冠相关住院和死亡案例 渴望成为抗疫新利器 对取得疫苗有限或接种率低的国家与地区而言 这种药物也将是重要的抗疫工具 辉瑞方面已于16日递交了该药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 并预计今年底前可生产18万份疗程 明年底预估将产量提高到至少5000万份 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表示 这款前景可期的药物提供染疫者另一个拯救生命的工具 有助我们加速走出疫情 辉瑞本夜稍早表示 这款新药渴望让重症高风险的成年染疫患者 住院或死亡风险大幅降低89%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